全史二治居民 这句话可重要了 佛法的修学就是求智慧 那这部经上 经文讲得很清楚 三种真实都在这部经上 第一个真实之计 真实之计就是自信 就是证悟 第二个真实智慧 第三个真实理议 全心都是讲这三种真实 没有一样是虚假的 所以智慧开了 神通自然暗住 自然两个字好 本有的现前了 智慧现前了 神通现前了 妙得功云 如意识相 得是得能 你看智慧 得能想好 我们将功德圆满 于是想 也圆满 也圆满地融入了 融成一体了 正无所得 设想里面 三种现象都没有 但是能生 一切学校 字体确实没有 他能生 这个能生要有缘 缘是什么呢 众生有感 佛与法身菩萨 自然的反应 反应现象 现身说法教导 像观世应菩萨 普门平里面所说的 三十二页 应以什么身得度 就现什么身 现什么身 佛菩萨 没其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而是随着众生 一直做什么 他就现身 你没有职责 他不现象 不现象是实象 这个道理 一定要想到 现象都是假象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一句话 学佛的人 必须要记住 对你修学 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 你不求贪求现象 好奇无怪 你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没定下来 最重要的是定 界定会 最重要啊 定 才能生智慧 心不定 生的都是烦恼 烦恼灵密 有轻重 有善悟 有燃尽 但是清净心里头 什么都没有 真无所得 无所得 无所不得 到无所得的时候 你得到什么 你得到是全宇宙 这话怎么说呢 整个宇宙是自新变现的 你见现云现 那不就全都得到了 变法界 虚空界 所有现象 包括一切诸佛 插头 都是自信变点 这大臣经上 这大臣经上常讲的 你才真正把四十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那么这叫 得一成道 一成者 一佛成也 究竟圆满的佛骨 故得一成道呢 即圆阵 究竟大觉知佛骨 不由他无法 与任何人不相干 是你 自信里头 本由智慧先前 才大车大无法 不是别人给你 别人给我 我要能用的话 我就不要修了 你阿弥陀佛 建造极乐世界 帮助这些六道苦难众生 在那边修行 提供这个道场 阿弥陀佛的帮助 也只是在物质现象上 至于你成佛呢 他不能帮助你 所以阿弥陀佛天天 在那里讲经教学 你上他的讲堂 去听课 去学习 必须你自己觉悟了 你才能得一成道 一成道 阿弥陀佛没办法 送给我 随着 不由他无 这一句好啊 唐仪经文是这么写的 得以成道 无有疑惑 与佛教法 不由他无 那唯一的本子 康生凯的本子说 会有心处 真实智慧 是从你心里面流露出来的 一定是自居 自物 自己证得 佛菩萨 佛菩萨都帮不上吧 佛菩萨把方法教给 这些方法 他是过来人 他把他的经营 告诉我们 提供我们的参考 我们能够 如同他这个方法 就修学 绝对能证过 诸佛如来的方法 确实 阿弥陀的方法 是最简单 最方便 最容易 最可靠 而且成就最高 所以这个 持明念佛的方法 设方诸佛 没有一种佛不赞扬 妙极了 有没有一种佛不赞扬 我还能够 无法 这样 你会